今天上午在桃園醫院附近的路口天橋 发生了一起货柜车卡在天橋下的事故 那么当时就看到车体呈现了45度倾斜 恰好又碰上了上班尖峰时段 导致冷静路段因此塞爆 好了主播可以看到画面中一辆货柜车正在转弯 没想到头过身没过 后面载的货柜竟当场撞上天橋底部 导致车体倾斜快45度 换个角度一看货柜旁还停着一排机车 超惊悚的画面连附近民众都吓了一跳 事情发生在十号上午九点 驾驶从桃園龙兽街右转中华路撞到路口天橋 当场卡在路中间动弹不得 碰上上班尖峰时段交通大打劫 附近路段都被塞爆 车多拥挤的情况也让不少网友 替现场骑士捏把冷汗 不过货柜车无缘无故怎么会撞上天橋呢 来听一下警方说法 因货柜无装后务且轮胎灌气过保 没有考虑高度导致货柜撞到路桥卡住 索性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不过尖峰时段人多车也多 要是一个不注意车速过快 造成货柜翻倒后果可视不堪设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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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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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